浏览国际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全球交点新闻 当地时间18号 日本首列轻动力列车正式亮相 这款轻动力列车配备了混合动力系统 使用氢燃料电池和蓄电池作为能源 排放物仅有蒸汽和水 最高时速能达到100公里左右 续航里程约为140公里 按计划该列车将于下个月开始试运行 并于2030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市 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已持续三周 当地时间18号 沃参加执法行动的多支警察队伍 在沃泰华市抗议者聚集地点附近 采取联合行动 逮捕了至少70名拒绝撤离的人 并拖走了数十辆堵在市区的车辆 此前沃泰华警方已逮捕两名活动组织者 他们或将面临刑事指控 此外警方还在沃泰华街头 设立了上百个检查站 盘查进入市区的车辆和人员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9号通报 截至当天零点 该国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万2211例 连续两天超过10万例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较一周前增加1.9倍 较两周前增加2.8倍 连续两天超过10万例 截至目前韩国累计确诊已超过185万例 累计死亡7354例 韩国防疫部门预计确诊病例将继续增加 月底或下月初可能触定 当地时间18号 强风暴尤尼斯袭击英国 爱尔兰 荷兰 比利时等欧洲西部多国 截至目前共造成至少9人死亡 英国在此次强风暴袭击中受灾严重 英国气象部门表示 尤尼斯在英格兰地区观测到最高风速达每小时约196公里 是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风速 受此影响英国大量建筑物受损 其中伦敦地标建筑 被格林威治体育馆的屋顶被强风破坏 英国有近20万户家庭断电 数百所学校关闭 大量火车停运 航班被取消